東西南北 東西南北 大家好 我們又回到東西南北這個節目了 我是你們的節目主持人曾守明 上一集我們講過二手車 我兩位老友記和大家分享了很多關於二手車的經驗 他們業界的一些時跡 今天很高興 又請兩位老友記上來了 就是裘哥和阿姜 早晨 早晨 麻煩你們兩位老友士來到我們的討論 二手車說了很多 上一次 最近有些朋友對我說過 喂 飛敏哥 這是什麼車 在街上看到一輛車比較特別的車款 那我就似乎有些少少經驗 當然就馬上頂直腰 拔拔個三領 你不認識這輛車 我就知道什麼車 因為這輛車就是當年 我開車的時候 我開始開車的時候 有車朋友去玩車的經驗的時候 我就見過這些車 但現在這些車就比較少在路面上行走 這些我們就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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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型車 但其實我們給了好的名稱叫做古董車 是呀 我和你的年紀差不多 我和你年紀差不多 喂 阿姜你不要裝小 其實你也知道這件事 你 少少 少少 好啦 這些我們給了好的名稱叫做古董車 那說明古董和年齡有關 琼哥 那車多少歲才叫做古董車 這些起碼要有二十年以上 二十年就很年輕 人如果二十年就很年輕 如果車延二十年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也是 每天都在街上走 當然 使用量高 那些車是金屬 你要保持好一架車 你一定要去維修保養 如果你沒有維修保養 所以始終都是那樣 維修保養很重要 收藏裡面也很講奇巧 如果你是日曬雨淋 你保持著它二十年 都相當困難 二十年其實很年輕 人來說 但是 會不會真的 那個比例跟養蠢蠻 那個蠢蠻幾歲 等於我們人 我們人一歲 可能幾歲就很大 兩者是不同的 因為Maren說 因為牠本身有生命 車延是一種死物 即是你不斷放多少東西 去保持著牠 牠又不會做運動 是你人去幫牠 放些東西進去 放些什麼心機進去 放些什麼資源進去 令牠不受到環境的影響 而且你不斷使用 我剛才說 這個寵物 兔子幾歲 相比我們人 那個歲數是很長的 二十年可能 等於人幾歲 這輛車 我相信 起碼只有五十歲 五六十歲 對 即是 不斷使用 而保持得到現在 還可以繼續走 真的不簡單 人和車一樣 如果你有保養 可能五六十歲 現在你都很年輕 當然 如果 一輛車保持得好 我們昨天做義工那裡 那個姐姐九十幾歲 很厲害 有一個一百歲 不斷唱歌 所以他們老爺車裡面 如果你保持得好 等於昨天那個 老公公老婆婆一樣 是吧 所謂 你有保養 和沒有保養 如果你的老爺車有保養 你保持得好 你當然不花心機下去 正如你所說 它是金屬 金屬很容易生鏽 對 你不用它也會這樣 對 所以我們擺放的地方 保持它 也挺重要 也對 即是 你擺放的車 車房 如果是 有蓋 最好 對 我又留意到 最近我一個朋友 在屯門那裡 放了很多很多老爺車 即是所謂古董車 超過30架 哇 說你也不相信 它所有獨立 一架車 一個房 哇 不是很大 那裡 全部有抽濕的 哇 真是保持到這些古董車 對 對 你看看也不錯 下次跟你去參觀 獨立抽濕 那你才能保持到那些車好 不如保養 我想補充一下 如果你說 五六十歲 是關於正常的 有保養 有湯水 有健康 有健康 五六十歲 如果你說 不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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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 就已經去到這個位置 所以 去到車齡 去到二十年 都不簡單 好了 我們講到 關於古董車 現在那個 就是運輸署的條例 就算你買一架私家車 新車超過六年的車齡 都要每一年驗車 才可以再購買排快 商用車更加 每年都要驗車 好了 驗車 你剛才剛才說 超過二十年 一 如果你想它 在關道路上行駛 一定要驗車 經驗車的程序 驗車的時候 當年這輛車出廠的時候 沒有某些設備 跟現在驗車的規格 我們俗稱為 不合格 肥佬 你這個問題問得不錯 是沒有的 是這個 現在幾年出廠之前 就要通過環保條例 是 如果幾一年之前 我們是豁免的 哦 因為當年這輛車的引擎 都沒有這些設備 當時都沒有這個設備 所以是幾年出廠之前 就要有這個設備 所以戒定老爺車就是這樣 例如它有一個 在當刻設備的口裏 所以在環保處 現在坐它超過二十年 所以在原版的檢面上 是有些特許人 哦 在這方面 好了 又講述車在道路上行駛 最切身的問題就是保險 保險 這輛車 我們現在 現有買的車 正常來說 你的車是新車 一些很普通的車款 保險金 就會比較便宜 看回駕駛者 司機的年齡 車齡 如果車齡 比較低 不需要這麼貴 但是現在二十年 這輛保險 不是很貴嗎 而且 因為 也說 那輛車 你經常在道路上行駛的時候 那個 就是 Touchboard 就是 Claim保險的機會 就高了 喂 二十年 那保險豈不是很貴嗎 所以Wayman 你說這個問題問得挺好的 而老爺車 老爺車會裏面 古董車 我們尾法 對不起 古董車 裡面有個會 會裏面 可能有優惠給這類車 因為這些車不是經常在街上行的 又是 因為 你保險得這麼久 車款比較少 所以 車主 我想是適當時候 風和日禮才拿出去 去行駛 去保險公司都會評估這件事 哦 當然 當然 這件事 他保險得這麼好 他都不想去 隨便去 浪費了一輛車 所以相對來說 他是需要有個保險 但是 他的保險 可能是他評估了 不是很高的 相對地 可以深入地看的 說真的 當然 股東車 股東車 就是 第一 保險是一個必須要 是的 還有一件事 就是 使用的量 還有 車的性能 說真的 你都這麼老了 就是普通車 你本身的機器性能 各方面安全性能 一定有問題 還有 所以 出事就是 通常都是同一個速度 你會不會駕駛一輛 二十年前的車 和現在的年輕人的車 走去競賽 所以 駕駛車的安全性能 的意識上 所有的東西都比較安全 通常都是一個巡航的速度 去享受這個駕駛 是的 那個態度不同的 你不會拿駕駛 這個股東車 走去和別人去 去玩飄移 玩賽車 都飄飄一下 就什麼都掉了 所以 其實應該是保險公司 都考慮過這個 所以他們就是保險 二手車 這個股東車的保險 比較商量 明白 那你又計算一下 阿菲文 你說一輛股東車 一年 你說可以駕駛多少次呢 也不可能駕駛了很多次 有些可能不止二十年 是的 因為 我有時在展覽會 小禁馬年也有很多 對 展覽會 很多很多 我以前的職業 我剛才也說過 我以前在會做過 我都見到有一些 會員 在外國自己進口 他當年自己在自己的國家 生活的時候 用了一輛車 來香港工作 他都運了他們的車 還有 有些 當年我們 我在電視會工作的時候 已經 見過那些車 我也有幸見過一些 古董車 那個車輪 那個 我們俗星的輪圈 是木的 木的 我也見過 好像馬車一樣 還有 一些 那輛車 是不是用 胎器的 是實心的交胎 我都見過 那輛車 我跟同事拿的時候 我們每個人都 心驚 這輛車 因為 那時候已經是 超過八十年了 那輛車 Wayman 你在汽車業裡 那輛車 又報了 那輛車 真的不應該說這輛車 那輛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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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常自動的形式 我看見它在前面 有一支 L的手臂 是這樣 搗 搗來搗上車的 那次 那次 是搗得上車 但是我們 沒有人敢坐上 那個車 沒有人敢走 所以 就 放了在拖架 拖走 就幫我 會員 拖回到他 拖回到他的家 就沒有 沒有 出現過 那時那些車 就比較簡單 沒有時間了 現在電一電鍵就用車來 找手攪 開一輛車也可能要準備一天才可以用 可能就是入油 還有那輛車我看到車尾行李箱是一個大的皮行李箱 就是我們在看電影中才看到這些 以前英國車很流行這些東西 給它們演化出來的 你看Vayman 隨著那個年代不同了 以前很多英國車和外奈老車 那時候英國最多的英國車 現在就可能演變成日本車世界了 英國車那時候通街都是Cortainer 我很記得我的師傅跟我說 一下雨就到街上死光了 還有那些小的 Ossie Dean 一大雨就到街上見到死屍 那些車的射火一點 我們小朋友的時候也不知道是多少車 那些車的打水壓 那些車的車都沒有避震 這個我也有看到 水壓的 到上一刻都沒有避震 剛才說了古董車 我們說了一些更新的東西 好嗎 我亦都發現到一些展銷場 由一些我們俗稱叫做水貨車 平行進口箱 是名稱來的 平行進口箱 我亦都發現到一些 因為我經常去一些 車廂代理的新車發佈會 我都有去看過 有些甚至乎 那隻車款 是一些水貨的平行進口箱 他們進口 然後代理發覺 這隻車款的要求都高 然後他們才引入這個車款 去跟那些水貨商競爭 是不是有這樣的情況 阿姜 這件事你有沒有什麼意見 你有很清楚 這樣吧 意見就不簡單 如果說一說 水貨的前身 以前有一些日本早期的花生零件 就是日本的二手車 這次後期引入 就是同行的一些新車 一些市場的競爭 傳統就是說 所謂水貨車 就是不經香港本地的代理 所謂的水貨車 其實很多都是一些 很高質素 或者是一些所謂日本版 我們先說到日本這邊 最多的水貨車 其實二手車又有 新車又有 其實在傳統來說 就是那些 我理解就是他們的代理商 因為在政策上 在政策上 經營成本問題 它不會太多的款式 是 它會很考慮 或者最多考慮保養 所以就說 它會支持我們看到的款式 在街上的差不多 現在多到我們有時候 我們都不認識 其實從日本回來的 所謂的六本馬 其實現在的文化又不一樣 以前 初期買水貨車的 會考慮 便宜一點 在這方面經濟上會考慮 但現在 怎樣去追求 甚至乎 你看到 水貨車進入了這些車後 廠商見到的情況之下 可以有市場 然後就引入 反而比水貨車更難 所以這方面 基於這方面的市場 現在人追求一些美麗的東西 對呀 為何你的車比我更美呢 廠商 代理商是不能給這些 因為它是大陸 它的價格 它有一個配額 必定要多少 哪一輛車要多少 才有一個優惠 因為你運了回來的 那輛車就是成本 窄了就可以了 所以在這方面 他們會在這方面 有市場真的很大 很大 原因是很多人去追求 重點是 在這方面 都做了很多配套 以前 水貨車的人很擔心保養 以及一些零件的問題 現在已經很... 因為日本 這方面大家都做得很好 工業都很充足 做得很充足 還有就是 因為整個亞洲性 都已經有很多這些 水貨車 所以以前 零件到處都很喜歡 以前呢 代理商 對這些水貨車 是有的牌跡 甚至乎 這個很明顯 不會做保養 現在市場已經很現實 問題是 它都照做保養 最多就是有附加費 所以其實 我覺得... 即是不會拒絕門外的 你來吧 水貨車最重要是 它的美觀 是 還有複色真的特別 還有設備 對 複色多 因為市場一路一路 很大的牌跡 這個就是 老薑 有些事說 我想請假一下你 你也要請假 老薑 沒有 現在 做水貨車的人 越來越多 現在 其實香港 做水貨車 是有多少人 以我個人的理解 不會少於100家 不會少於100家 只做水貨 專門做水貨 本地都不好 即是 換句話來講 水貨車在香港市場 真的很大 大 但是它的渠道已經 日本人 它日本的公司 或者日本的做車 它已經來到香港 上你香港的網 即是告訴你 去推銷 這麼深入 它已經來到這裡 打過平台 找到 以前一般 只有幾個人 即幾間公司 可以在那裏買貨 甚至乎 有一些人去投 現在它已經去到 平台去到香港 去做一個基地 給你們說 順次乎 我的批車已經到香港 你們選 所以市場 是 很大的衝擊 這個我看到 會不會現在 是普及化了 透明度高了 也是 資訊 資訊 還有一件事 事實上 都是一句說 追求 如果它沒有這樣的優點 亦都不會有這麼多人 去追求這件事 所以 其實 對我來說 看到 雜線代理商也好 它都有很大的 一個難力 它都沒有辦法 不跟著這件事 它時俗並進 要去 不可以做密手 只是那幾款車 據我知道 剛才你說的 關於維修保養 這裡 有一隻日本品牌 當日 都有一些 是水貨進口的 同一個模特兒 但不跟品牌的名字 它拿回代理做 那時候 代理好像說 你不是跟我們買的 我們不會跟你做維修 是吧 現在反過來 就是世界輪流轉 就是 你來 要說很歡迎 不過 你要給多一點 就是付加費之類 除此 據你所知 代理商 他們有沒有什麼 政策 或者方法 跟這些 平衡進口商 大家去較量 以我所知 以前 大家的對立 大家的衝擊 很大 大家很對峙 很僵硬 整整一下 也好 焦點也是市場 市場 市場的問題 就是大同 意思就是 最不會衝擊 就是在這裏 磨合 大家其實有加勞 現在我看到 就是代理商 和一些進口商 其實大家都不時 坐在一起 看看如何去 香港這個市場 焦點已經在市場 如何 令到消費者 更有的方便 焦點已經不是 如何大家 對立 其實都是 我看到 三樣的局 不會說大家 很僵持 因為我也知道 我也跟代理商 有時聚會 聊天 他們說 他們會看回 他們 加強了維修 保養 對客人的年期 吸引客人 去購買這個行貨 又或者 他們在選擇 入口的車款的時候 希望 反過來想 有些水貨 又可能沒有這種設備 而行貨 他們可以在 跟廠商那邊 談到一些 裝備 或者設備 跟著車來 怎樣 剛才說的 兩種商人 他們大家有一個磨合點 不要一個惡性的競爭 去找到自己的優點 去吸引客人 有競爭有進步 大家的焦點 都是擺起做生意 賺錢 大家在這方面 知不知如何放在這裏 消耗大家的時間 很不好意思 所以大家如何做好 所以香港二手車的市場 和水貨車的市場 在這裏 墨金瀑布 發展這麼大 這個一定有幾個原因 我最近 也看過一次 他那次新車發佈會 就是 有一個 大家都知道 他說那個 藝人的名字 任達華 對 大家都知道他駕駛什麼車 那是歐洲的牌子 但是 有些人就誤解了 你以為是 代理 那個 對 不是 我跟代理那邊 都聽到 他說 他們都應該要 有一些對策 就是 不要以為 任先生 駕駛那個車 是我們的代理 哈哈 還有 我又看到 有某一些大的商場 他們都還是 站在那個 正式的進口箱 即是 行貨車那裏那裏 那裏 有一些 展銷點 很 很明顯的就是 大家會留意去 海運大廈這個長體車 很多時候有些新車的車展 一定是 這個正式進口箱的 那 阿威敏 可能 這個 水貨和行貨的分別 當 你說 在海運的新車發佈會 它當有些新車出來 或者它有些新的產品出來 它就在那裏展銷 所以 可能是跟那個 那個 水貨的 推銷 銷售的不一樣 即是他們選擇那個 那個展銷點不同 沒錯 這個都是 所謂 水貨進口商和代理商 那個 大家 生存的 那個 因素 就是 其實水貨進口商 不需要廣告 但你作為一個 香港的一個總代理 你是不是要去廣告 你必定要去給廠方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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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很少看到 水貨商 它要去哪裏 商場 其實商場 就沒有必定 界定它是水貨 那裏 重點就是 有人來這裏 做一個展銷 又是生意 我就給你了 所以 神小 反而我們見到神小 就是水貨商 需要做這裏 因為已經是很深入了 其他很多平台 可以知道 我要買這款 你上網就看到那些資料 但是 行方他們反而 就要反過來 去吹谷 我的車有這裏 有這裏 有這裏 所以行方便說 不公平就是這裏 我就去賣廣告 所以有時就是 生存空間 和這裏都有關 所以他們不用這麼高 廣告 他們的成本就低了 行方是未來新的產品 水貨就是各自為政 可能有少少不同 所以 你出了什麼 這些轉銷的成本 他們就第一時間觸過 去日本有些 我比你更好設備 反而這裏 就變成這樣 就離貨了 所以大家在這裏 在這裏 在這裏 平衡進口箱 我就看著你 在行貨 你旁邊有這裏 可以 我就去找一下 捐通捐 找到 給你這裏 更好的 給你這裏 所以這麼多人 買水貨就是這樣 剛才阿姜說 之前 因為水貨 是二手車 所以價錢相對 是比較低 但現在就不是 追求 這兩個字 真是好 相反的 現在水貨 貴國販貨都不定 好多 是嗎 好多 是嗎 現在就是 都是說 現在的車 對車的要求 根本上已經是追求 追求去更加好的 所以 第一點就是 這不是從經濟角度去考慮 所以 都不想 在那裏追 總之 越貴的人就越買 越貴 人的要求高了 姜先生 老張 正如你這樣 人有要求 對的 所以香港的市場 那個空間 我們希望 車的市場 繼續蓬勃 大家都有得做 有得享受 見到新車 對的 只是讓你 代理 有競爭 有進步 合法齊放 沒錯 光陰似戰 日月如梭 時間差不多了 很感謝兩位 上來我的節目 和大家分享了 這麼多車的趣事 問題 有機會 再請兩位 上來和大家聊天 好嗎 謝謝兩位 拜拜 拜拜 好嗎